Hello 大家好,我是Michael 今天就跟美女又去吃好東西啦 她就是Angel啦 圓圓圓 但我是叫她這個香芋仙女 香芋仙女,你吃吧 火氣 我們今天去吃什麼? 榴槤 榴槤,好厲害哦 我們今天是吃這個榴槤放題 任食 首先我很興奮,我是超喜歡吃榴槤 我就是第一次去吃這個榴槤放題 那我就不知道可以吃到多少榴槤 那你上次有吃過 那你上次的紀錄是多少? 25粒 25粒 我要這次想衝破它 上一次有吃過,她要挑戰這個36粒 好,我們 我覺得這件事很變態 因為我很記得,我之前第一次去的時候 她說有最厲害的人吃了70多粒 這麼恐怖? 好可怕 還有,想說多一點點 為什麼這次的蒲鼻吸引我呢 就是她除了有這個貓山王之外 其實她還有很多比較少來香港的品種 在香港出現的 那兩隻是神秘的 神秘的 是的,那我們進到會場再見吧 好,現在進到會場了 你看看,看到嗎? 是很多一碟碟,很誇張 已經很想吃了這個時刻 是聞到超香的 我們今天吃的榴槤全部都是即開的 終於進到這個坐下的會場了 我第一次在這個物室裡面 是聞到一個非常濃烈的榴槤味 真的,舖飛這件事是任吃的 走陰 緊張到走陰 緊張到走陰 這個心情要留過去 我已經吃了36粒 是嗎?加油了 吃不到36粒,那怎麼辦? 吃得12粒 你吃得12粒 她吃得12粒 我第一次 好緊張 其實她剛才已經分了 已經一碟一碟 先讓我們品嘗了 當你品嘗完之後 好像會有一些驚喜的榴槤 給我們,待會會試 試完之後 她就會告訴你 譬如說你覺得1號很好吃 那你就可以在不剩90分鐘 讓你磐藝 那你就可以磐藝 那個你最喜歡的1號 對,那個1號 對,那個1號 但我剛才在那個一碟碟那裡 我發現有一粒是寫著神秘問號 她沒有說到那粒是什麼 應該很可愛的 首先,頭那半小時會介紹給我們 會吃什麼 譬如你現在這個1號是什麼 那待會應該就會壓軸告訴你 那個問號是什麼 那應該今天是來喪食問號吧 如果好吃的話 我不知道問號有沒有可以喪食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來吃的時候 應該是2016年的時間 然後那時候她就告訴我 那個1個榴槤是叫金絲貓 它是要150年才能種到1個 因為馬來西亞的人是說1個榴槤做1粒 然後我們在現場 每人只可以吃到1個榴槤裏面的1粒 然後就沒有那顆 因為它實在太珍貼了 我真的人生有多少個150年呢 吃到那一粒真的 真的抵回來了 對 我這句話真的認真的 你下一個150年你都不知道還在不在 對呀 對呀 我們現在首先會試這個特別嘉賓 對呀 對呀 太近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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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剛才沒有聽錯的話 它是這個野生的榴槤 它是叫大鵝 對呀 它是沒有任何的粒 打著 好美呀 嘗嘗嘗 它是比其他那4粒 是比較白色一點 沒有那麼深黃色的 是這個 喜歡吃 貓三王 如果太苦的話它會不喜歡 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朋友 它是專挑選苦的來吃 長餅是比較清淡的 很濃的 很薄的口 很薄的口 其實我經常覺得榴槤的食相 不太好看 不要緊的 吃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裝滿這個盒子 那我想你裝滿它 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 我就是看著你裝滿它 我怎麼看 我用雙眼看著你裝滿它 我已經在等試第二 但接下來吃這個 我們吃這個 老鼠貓三王 長餅 但是我們自己改完的改了 長餅很小 對呀很小 長餅是什麼 長餅是叫做D158 它是焗起薄肉口的 它的味道是很濃的 很甜 而且產量也是非常小的 這個是 這個才叫老鼠的 我覺得有點稠 它是由前變成裡面 吃到裡面是有點稠 第一次引入這個老鼠貓 這個老鼠貓三王介紹給我 就是牛肉口的 這顆很小 這顆是很小的 這顆是很小的 這次貓三王 肉口很小 很小 吃這個紅蓉 吃紅蓉 開始有肚子 培根 紅蓉 D101 D101 我有兩塊 我真的有兩塊 不要下去是很酷 D101 意思是第一百零一種 大家還在吃東西 而且剛才也有提到 D的意思是 這個很認證的 所以它前面有一個D字 它的甜度是超高的 它這個是濕的 對 濕的 而且它是說吃到最後會有了回甘 這個紅蓉 還是比較大顆 暫時最大顆 這個是 可以網上訂 對 金包 金包也不是很大顆 我喜歡吃到很高 我喜歡吃到很高 把前面的水 碗放開一點 我經常吃榴槤 吃後面有一個皮 我們吃這個老樹的貓山 剛才說老樹的意思是 樹齡超過30年才可以叫老樹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貓山 是超過30年至上 很棒 它是很固定的 它是很固定的 這個 很固定的 很固定 很固定的 很固定的 這個就是山頂XO 這個是其中一個稀有品種 比較少的量 我們是不是可以兩個人吃完這一碟 他說這個份量是四個人 但我們沒有 我們只有兩個人 我們可以吃 清淡一點的 我覺得這個很固定 你試一下 是不是很固定 它是星骨 對 它那種香味沒有那麼膩 貓山頂也很膩 剛才老闆說 這個山頂XO 他說老樹貓山頂 還沒出現 這個是馬來西亞人最喜歡吃的 一種 很專心 當然 這些資訊性的東西一定要講完 如果不是 這條片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沒有了 這樣就靠它了 現時的戰績 因為有些很固定 很小 很小 待會比較多些 再彭化一點才可以 我現在就像蠔肉 不要管 蠔肉是剛才 很公平的 剛才說濕一點的 它看起來會比較小 所以很像是香的味道 肉量來說 但我覺得綠色的牛年 是比較少的 真的很柔軟 對 其實是比較柔軟 這個生頂XO 我想我吃到第四塊 才會有很多 新來買榴槤的時候 因為它一開始 這麼美 很甜 這個榴槤 聞一下 熟味 是很甜 大家記住 雖然它很濕 但它很少一點 這些無知的問題 不要再問一下 就是多肥糖的味道 我吃了十塊 距離我打算吃 三十五粒 差不多 它好像拆損了結膠 可以的 距離它要我吃七十二粒 都不是差很遠 對 所以如果朋友 可以再放高一點 我們先停一停 你是不是想再放高一點 你就可以捱一下 你跟它收掉 四十八 其實這些是沒問題的 在這個 我期待已久的金包 是很好吃的 聽著以下內容 金包好像有點酒香的感覺 你是喜歡吃金包 我覺得很奶油 我們要講一下油皮 很黏 我不太喜歡它 像你剛才說的 爪皮 我做的 但有些不是很甜的 但有些味道 很強烈 我很喜歡它外面那股皮 那股皮 那股皮的感覺 很硬的 黏度 不像我們剛才吃的 那個叫什麼 我再用多兩米 先開手 不不 鴻肉 鴻肉很濕 先開手 預備 我喜歡金包 很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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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 很甜 最好就是 有私人建議 將橡筋在那裡 然後彈去 它就是不喜歡這個 很奇怪 它可以容易倒轉 然後不要砍 馬來西亞的朋友是喜歡吃這些 有些味道 有些怪怪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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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們側面 喜歡吃的 味道 它們好像進度 比你更厲害 我已經吃了這麼多 我已經封頂了 你看 但其實是我的核心 不要解釋 明明都不夠 他只要吃48 好 接下來就做到這個 貓山王的放題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看到了 叫了 拿手開 飛出來 是老樹貓山王 老樹 D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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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緊張 糟糕了 我對於這個 老樹的貓山王 不是太好 做主的男士是20秒42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有股膩 你是不是比你金包還不喜歡 可以吃 對 他說因為我有點苦一點 但我這塊鹽 我吃了 不是 他舊舊也有股苦味 因為他剛才也說 樹齡比較久 它的榴槤會帶有少許甘味苦味 我覺得還不錯 我知道 但是我們正常吃的貓山王 普通的貓山王 是沒有這個味 他純粹好像一瓶 這樣 因為那些差一點 對 這些真的 很痛 對 我也是吃年輕的 不要吃老的 我不會吃那種金味 越老越好吃 對 因為專吃這個 真的太難了 這個真的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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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真的太難了 一定會先吃貓山王 這個就是貓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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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放低一點 第一次 你還要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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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次 第3次 這個植物界的香菇師妹 對於這個 這個放牌是個技巧 千萬不要選最濃味的貓山王 去吃 即是不要這樣吃老的 對 選中間的就OK 因為一邊吃 其實你吃了四五塊 你已經覺得要很便宜 對 因為本身貓山王很流 我是很喜歡吃的 其實 因為我自己買一個 榴槤會選擇這個 但如果你在放牌的食物 我想我應該會吃金包 或者吃香啤 香啤 對 因為這些比較清淡 如果它有稀有品種 任吃的 我都OK 這個要靠一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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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碟是不是有七粒 29粒 對 吃完這隻碟就剛剛好 平了 剛剛好 我一直在等著我想吃的出現 他逼人來吃貓山王 這是叉燒包 大家看到我這樣 他不會餓我 會呀 麻煩 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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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些小的給我 不用 你給一顆大的去吧 你給一顆大的去吧 他早餐都沒吃 這個他要的 他都要 他吃了就吃了 這隻給大一點 你給我三顆吧 你選三顆漂亮的給我 三顆的 我懂得吃的 我不會選的 我要和這顆吃 那你覺得哪個好吃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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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一顆 你吃得完先不要浪費 對呀 你一定吃的 什麼我 什麼我 不要吵 我待會兒看你 不要浪費了 我待會兒看你不要浪費了 我待會兒吃的 怎麼都是這麼多 這些是你的 不是的 他剛才說你吃 你說OK的 吃完這三顆 又有一顆好看 我只要吃碟醬 我只要吃碟醬 那三顆都已經完成了 今天的挑戰 現在吃到最後了 已經吃完了 現在去結算一下 到底我們吃了多少 開始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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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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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粒啊 算是這樣,第一次吃榴槤蒲菲吃到40粒 28 現在是頂到上雲精 1,3,2,3,3,3,4,3,5,3,6 你已經到目標了 剛剛有40粒 40粒 剛剛沒有36粒 剛才老闆說 如果女生吃20多粒已經很高 但我上次吃了25粒 今次要挑戰36粒 只有30粒 因為你不是一般的女生 很辛苦 你是香芋仙 很飽 現在真的有點飽 但我很想有一個疑問 不知道為什麼我剛才吃了這麼久 都留意到別人 人家的雲是乾的 我們的雲全是濕的 可能因為人家真的每一粒都損 吃飽了 這個榴槤放題 第一次挑戰了40粒 我覺得算厲害 36粒 是完成了挑戰的 36粒 那你覺得哪個最好吃 其實我覺得 那個叫做什麼 老鼠XO 不是 老鼠XO 混在一起 老鼠XO 是最棒的 是 因為它那個感覺 我想是一般香港人都會很喜歡那個感覺 是 因為是很黏 很黏 很奶油 很奶油 然後就是 最後有一種 我覺得那種梅甘 是有一點點 就是 酒香的 嗯 我想應該一般人都會很喜歡 是 如果算剛才那個老鼠 其實呢 五個口味當中 我喜歡吃那個 那個是 中間那個是什麼 紅肉 紅肉 或者是金包 都OK的 金包 金包是我第二個最喜歡 那因為其實 它的味道 其實就相對地沒有那麼濃 比較清一點點 但是 老鼠XO不是不好吃 只不過我覺得它是 很膚啊 就是很 很濃 而且吃到最後 那個回甘 那個甘味 是 很濃 對我來說 不是很接受到 因為它起碼有30年的歷史 我想是要冷一冷 放在家裡 慢慢品嘗那種感覺 而不是放蹄 這樣吃 對 因為我們平時吃的貓山王 是沒有那個回甘的味道 對 所以 這個是特別的 我沒有想過貓山王 是有回甘的味道 我現在是第一次知道的 好了 那這次的榴槤放蹄 就來到這裡了 好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